这就是传说中的美食村吗 嘿嘿 这里马上就会成为我的地盘了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就决定是你了 妈呀 我怎么感觉我身上被人投200斤的猪 可恶 敢说我是猪 看我怎么教训你 臭奶糠都滚住了 大清早的 你们吵什么吵呀 怎么回事 美食村怎么变这样了 你还好意思说 我辛辛苦苦创建的美食村 一夜之间 竟然被你毁于一旦 我 我怎么会毁灭美食村 哼 臭奶糠 你还想狡辟 你看 整个美食村的房子都被炸了 就你的房子没有被炸 完好无所恩 这不是你干的是谁 小王子 要相信我呀 虽然我奶糠平时是调皮的点 但是破坏美食村 我奶糠是绝对不会干的 小王子 我也觉得 这件事有古怪 美食村所有的房子都被炸了 就奶糠的房子没有 这也太明显了 就是 奶糠就算再存 也不会存到 我可就要在地步啊 炸汉堡 你这是在夸我 还是骂我呀 真的是夸啊 这样看来 是又有人想摧毁美食村 这美食村 可是我七星姑姑 间谍起来的 我一定要保卫它 嗯嗯 我是是谁也要保卫美食村的 不行 为了洗脱嫌疑 这两天 我还是把自己锁在家里 哪里都不出去 看来得再做点 其他的事情才行 摄像头 嘿嘿 有了 奶糠 又出来 不是吧 又来 我昨天可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哪里都没去 哼 我看你是心虚了吧 上车 我才没有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 呵呵呵 我要追回美食村 呵呵 才能给我毁灭吧 这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是我干的 奶糠 现在人赃俱获 你还想脚费什么 小王子 不管什么惩罚我都接受 但是你们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做 这绝对不是我 哼 臭奶糠 从今以后 你不再是美食村的了 我们走 小王子 呵呵 怎么会这样 你想要报仇吗 他们这样对你 你应该百倍地还回去 谁 是谁在说话 呵呵呵 是虚空夜影 我可以帮你打扮 所有欺负你的人 什么 原来就是你 在北方晚上我 呵呵 没错 不过 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 他们的真面目 是吗 什么 你们怎么回来了 我们早就猜到 有人在背后捣鬼 所以就略是小技 演了个戏而已 又是什么 快看 我大心早起来 就在我家门口 有一个摄像头 里面是奶糖 在美食村的画面 什么 有果冠 这肯定是有人 想先害奶糖 那我们这样 这样 真的呀 好 呵呵 那又怎么样呢 你们这群人类 怎么可能打败我这个 虚空boss啊 不好 大家快跑 虚空之力 虚空夜影 你最想杀害我的同伴 啊 奶糖 奶糖你没事吧 小伙伴们 快给奶糖点点小红西 美食村需要你们帮助 只要在美女互动去 玩美食村保卫战 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守护美食村 过来 Fx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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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sssssço